大家好,我是面具男 然后今天吧,其实作为我们年前最后一期节目啊 再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今年拿到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了吧 对吧,怎么说呢 为什么就是单独拿出来这几把呢 因为这几把我其实有的很早就收到了 但是今年一直没有给大家去看 也没就是基本上没有展示过啊 再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吧 今年的话这个快递不太给力啊 一直是不太给力的 不是快递啊 是这个国际快递一直不太给力 这个疫情吧 闹得大家玩的都玩的不太痛快 反正是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今年的这批比较好的收获 其实还有别的啊 还有别的 不止这些 我只是挑出来几个典型吧 对吧 来给大家 聊一聊这个新德乐 这最后今年的一个年终总结吧 算是 对不对 要说的话 其实新德乐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了啊 但是今天吧 我们就是 因为挑出来了几个比较有个性的吧 对吧 来给大家聊一聊啊 其实包括EK等等等等这些我都不给大家去拿出来了啊 玩比较少也是就是还是XM18给大家拿出来几个我个人感觉啊 你你见到这几个之后就是无脑收就行了 对不对 那第一款呢 就是从最差的来开始看啊 这是一款普通款的新德乐 四代后期啊 四代后期 3.5寸的这个 折刀啊 为什么 为什么说是普通款呢 我为什么也要就是拿出来给大家说呢 其实我普通款是比较少的啊 就是这种越常规的款式其实我是越少的 对吧 然后重点是收的一些定制款啊 呃 这是纯电片这道啊 纯电片这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升华度啊 开启和关闭的这个升华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这一把 呃 加了这个 这个这个凯撒的这个泰饼之后呢 整体手感提升是非常大的 呃 如果这个这个这个舒适程度也好啊 今天这应该是收我收到最后的一把普通款啊 呃 其实还有一把普通款啊 在路上今年是没有到 大概是8月份的时候我买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没到 包括甚至路上还有一把这个 核往定制款的也是在路上 也是一直没有到啊 呃 但是我们今天就简单来看看这个吧 来在看之前呢 我们就 我因为现在给大家开的是这个 广角啊 开的是广角 我们来正常呃 看一下这一把 先欣赏一下这一把 对吧 笔盒是居中的啊 居中没有问题 然后I3为延的韧彩 然后这就是俗称的这种牛粪实习啊 它能看出来吧 对吧 这就是这就是四代最正统的牛粪实习啊 把刀片打开也是这样 呃 呃有的很说呃六代的这个实习比较细腻啊 我们把这把呃最后这把收到的这把六代来打开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代的这个实习 对吧 明显的是要比四代的要细腻 但是四代的话 怎么说呢 它就是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啊 有一种这种独特的感觉啊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啊 虽然是牛粪实习啊 但是还是挺好玩的 对吧 用的这个磨料是不同的 四代据我所知是用的是这种金刚纱啊 用的是粗粒的金刚纱去实习的 但是洗出来的话还是非常的光滑的啊 还是非常光滑的啊 就是这种啊 感觉很粗糙的这种样子啊 但其实它是非常光滑的 其实是非常光滑的 拿在手里面手感也非常好啊 好 这是第一把四代啊 四代后期 也是我手里面为数不多的这种啊 呃 常规品项 就常规版本的品项不错的啊 锁定大概是在三分之一不太到 还是很不错的 好 那接下来的第二把就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一款了啊 这一款我大家如果是看到的话 我也劝大家是无脑收就行了 对吧 为什么是无脑收呢 四代前期的这个20CV的这个矛头 啊 这一款大家看到的话啊 也是无脑收就行了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版本啊 当然也是表面也是这个叫牛粪实习啊 这个时候是更牛粪啊 但是他就是就是这种牛粪时期 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美感啊 说不上来的一种美感 让整把刀刀片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啊 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像大理石一样 大理石就越来越过分啊 就像石头的那种 玉石的那种质感啊 大家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啊 真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漂亮啊 非常漂亮 然后这就是看一下四代前期这个刀柄 锁定这个一般 这个版本的锁定一般都非常非常浅啊 一般也就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 还要再小啊 这个版本的锁定是非常浅的做的 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版本的 这个版本的推荐度甚至比某些 四代的定制款还要高啊 我是我个人其实手里面拿到了三把这样的 其实我本来可以拿四把来的啊 中途让了一把 所以说这个版本大家如果是遇到的话 我个人依旧是非常非常推荐 能够能够拿到手就无脑 说就行了 很舒服啊 很舒服 四代前期啊 四代前期这边没有斜槽啊 包括刀柄也是一点油分 需要大家可以看出来的对比 就是四代前期的这个打磨 这个实洗啊 这个这个重 这个度数上是要比这个四代后期 还要再重一点 还要再重一点啊 就是如果是大家碰到这个 20CV版本的这个四代前期的话 也是无脑收入型了 因为即使现在的六代对吧 六代最棒的这个钢材也是20CV 啊20CV 所以说你如果是在四代前期 能够收到四代前期的CPM 20CV的话 这把刀绝对不会过失啊 绝对不会过失的 对不对 他刚才放在今天依旧是一线粉膜钢 对吧 一线粉膜钢 包括这个S35VN啊 新的乐这个S35VN 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机会的话 也可以真的去收一把试验一下啊 这个是出了名的了 出了名的好啊 出了名的好 好 接下来的一把呢 就是这个 呃六代吧 六代就是前两天我才收到的啊 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颜色 叫铜色的啊 铜色的这个 这个反取刃啊 说一下为什么要收这把 其实就是应用于这个反取刃 我是第一次在 第四代上面见到啊 量产款啊 量产款一般的话 呃第四代的话 他都是这个反取刃的话 是这个手工版才有啊 和这个三寸 三三点零寸的这个才有 而这个第一次运用量产的话 到这个这个三点五寸上面 这个是很漂亮的啊 目前四寸的四英寸的就是XM24 上面还没有运用这个反取刃 可能下一步也会增加这个反取刃啊 呃这个版本这个任性是蛮漂亮的一个任性 对吧 流线型会非常好啊 我们对比它的常规版本啊 对比这个常规版本 可能就是一下子能看出来啊 它要比这个普通版的这个要弯 对吧 呃给大家放远一点啊 放一点看看 因为今天 这批XM18价格都比较高啊 价格都比较高 所以说我给大家离远一点 别让它撞了 撞一把心疼的啊 够心疼的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吧 它的这个弯曲程度 其实是要比这个常规款的要 要更弯一点啊 就是更加的内弧 更加的高啊 更加的大 然后这样的话 更有利于就是 它去做这个切修这个工作啊 是是是更加顺畅的 对吧 呃 而收这一把呢 我就感觉这个任性是很漂亮的啊 是很漂亮的 这个这个弯的这个柄是非常搭配的啊 是非常搭配的 呃 锁定位置的话 六代的话 一般都是在这个钢锁头这块位置啊 大概是三分之一不太到的样子 嗯 别的话没啥啊 这把刀就是一个全新的状态啊 全新的状态 不过它的盒子都在我这儿啊 顺便给大家看盒子啊 这个3,5寸啊 这个防取刃 然后triway 然后这个青铜色的这个刀柄啊 这个呃灰色的 不能叫灰色这个 应该叫沙色的G10啊 Jayton啊 或者是褐色的Jayton J10 呃 这就是它的这个盒子啊 然后里面就是配件的话 就是标准的六代的配件 标准的六代配件 呃 轴承 不是轴承啊 就是这个triway这个钢补片加铜垫片加这个特弗龙垫片加上这个签名卡加上这个码头飘啊 码头贴 然后 这把是首签版的啊 首签的这个这个这个装备卡啊 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 轴承刀是很顺滑的啊 主要是这把刀背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古铜色 这个颜色吧 其实在这个灯光下看的没有实物 眼睛看的要漂亮啊 眼睛看的要漂亮得多 这一款 好 OK 这款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其实说他主要是为了收藏加上他比较漂亮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了啊 猴王的这个定制版的 对吧 新德勒的XM18 呃 猴王这一款呢 其实在第四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就已经有了 但是他不是这个spin-to款的 他是这个独一定制任性款的 叫这个麻雀 叫这个麻雀头 然后这款spin-to呢 也是第一次猴王运用在他的这个定制刀上 当然了 还要加上他的这个CPM这个3V 这个韧彩啊 猴王这个独家定制的这个钢彩啊 3V就像DLT 我们后期再要介绍的这两版 独家定制的这个M390一样啊 猴王他的这个独家定制是这个CPM3V 就是更加注重韧性啊 DLT就像更注重这个 比较 呃 保持性是一个样子啊 一个样子的 对啊 就独家钢材吧 算是 然后加上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猴图的一个标志啊 猴王的一个标志 不是猴图啊 这边是Tri-V的这个logo 呃 这个的话 他的盒子也在我这啊 手头的盒子吧 我其实就放了这两把 嗯 其他的盒子我都已经收起来了 就给大家看啊 这个是3.5寸的呃 3.5寸 3V 然后这个实锡啊 呃 Spanto啊 Spanto 然后这个Tri-V啊 三路枢轴 然后这个Bite Blank 就是就是这个战斗黑 然后这个黑色的这个手雷纹的这个J10啊 黑色手雷纹的这个J10 然后战斗黑 这个是俗称的战斗黑啊 这个版本是在正常售价是要远高 不是远高啊 是要绝对高于这个常规版本 这个实锡啊 或者是这个walking finish 这个表面处理的 而再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战斗黑吧 是比较难抢的 一般出来之后就会立马被收空啊 立马被收空 大家先抢的话 都是先抢这个战斗黑版本 然后可能下一个就是这个DLC版本 然后再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这个实锡版本 或者是这个walking finish这个版本啊 呃 需要说的是这个战斗黑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啊 然后这款刀的话 整体溢价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基本上都在1000美金以上 它的发售价大概是五四百四百九 还是500多美金来的啊 反正是不贵啊 但是基本上是溢价一倍啊 你想要正常价拿到 拿不到的啊 嗯 基本上国内抢的话是根本抢不到 你老外都给你把名额都给你抢没了 所以说这把刀现在还是比较难得的 能够拿到的话 还也是挺不错的啊 因为在四代的时候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 根本抢不到啊 这个这个这个核广定制款 而现在的话 第二次发售啊 这个六代的话 大家能够抢到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藏选择吧 对吧 独家钢材 然后加上就是又是这个战斗黑 所以说这款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藏价值的 嗯 整体上就是这样啊 好往 接下来的话就是 今年我收到的最重要的两把刀了啊 最重要的两把刀就是这个 DLT定制的这个 M390五指槽 DLC款式的这个 这个新特乐了啊 在收到这两把刀之前 我是没有这个款式的 就是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DLC 纯DLC版本啊 我有这个DLC实习版的 有两把 但是这个纯DLC的这个刀呢 我是只有一把也没有啊 一把也没有 今年我一下子收了两把 当然花费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啊 下面这一把 嗯 是从一个刀油里面收的啊 大概花了4500左右啊 4500左右 那时候大家还都怎么说吧 他是正好出坑啊 正好出坑换玩具 我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拿到了 其实不是以一个低的价格拿到啊 是他已经出一个人了 然后那个人 他好像经济出了点状况 然后低价给我转手拿过来的 对吧 就是中途寄到我这 我是帮他发快递吗 就说不要了 说遇到点难题啊 经济上 然后就就就4500元价就给我了 给我之后吧 然后我一看这把刀真不错啊 那给我就给我吧 那我就4500就给他就收下这把刀了 还有一把是上面这一把 上面这一把呢 怎么说吧 嗯 花的价格就比较高了啊 就是正好一万块钱 然后拿到的一把全新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DLC版本的这个M390S盘刀头 然后我们把这两把刀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打开看一下 嗯 现在这种品项的话基本上都预不到了啊 都再也预不到了 在在这个实面上 除非就是某些玩家出坑啊 然后或者是嗯 剪漏其实都已经剪不到了啊 剪漏其实都已经剪不到了 这个基本上没有漏了啊 基本上没有漏了 然后第一把是用了这个原厂的这个 钛合金的这个 呃 古铜色的螺丝啊 古铜色的螺丝 DLC Spanan刀头 整体还是很漂亮啊 之前一直没有收这个版本的原因呢 其实我就觉得DLC是詹指纹的 但是最后吧 你想再收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是非常遗憾的 当时锁定位置的话 这把大概是在 三分之一左右啊 这把就是就是一个最合适的位置了 然后刀片刀刃都是全新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这种瓶项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啊 然后你想再以现在这个价格 4500 你想再收一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然后另一把 这把花了一万块钱收的 这把就是完完全全全新的啊 呃 并且锁定还要再新一点啊 还锁定还要再新一点 那都是原装的一个状态啊 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四代的这个这个轴承 不是 这个电片这个顺滑度啊 还是非常高的 都是居中顺滑不电摇的状态 嗯 居中顺滑不电摇的一个状态 很漂亮啊 很漂亮 然后上面这个这个变色 这是上的油啊 这是上的这个 上的这个油 为了防止就是说生锈嘛 因为基本上这把就是处于完全是收藏状态了啊 要不是今天做视频 我是基本上不会把这把刀是拿出来的 嗯 很难得啊 很难得 这个一万块钱的啊 说可能啊 你收的好贵啊 对吧 这个价格基本上 你想再以这个价格再去拿的话 也拿不到了 对吧 也拿不到了 没有了 市面上就这些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是在这个呃比较喜欢型的了这个品牌啊 正好又就是说有机会能够碰到我手里面这几把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无脑收就行了 对吧 用那个最难听的那句话来说 你甚至说你只要收到了 你来我这边可以随时变现 对不对 我可以随时给你收掉你手里的这些这几个款式啊 这个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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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版本吧 尤其是我手里面这这个版本啊 基本上是属于说是新德勒的这个呃性能的这个最巅峰的时候 对吧 然后碳化物锁头 然后加这个390刀片啊 加上这个DLC涂层啊 包括那个DLC实习款呢 加上那个DLC涂层 呃基本上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新德勒的这个贯彻他这个理念啊 最巅峰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呃遇到的话 绝对不要手软去拿下就行了啊 然后包括这个猴王3V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常规版的和这个六代这个凡曲的话 都还都还常见啊 包括这把呃怎么上四代前期的这个这个这个DLCV这个矛头啊 大家碰到的话也去拿就行了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少啊 现在特别特别少 在国内的话我知道的话 你像呃这把刀应该不超过20吧 应该不超过20吧 一共总数啊应该不超过20 全国不超过20啊 所以说这把刀还是蛮稀缺的 然后至于下面这几把可能就 呃要更少一点了 今年的话唯一有改观的话就是这个猴王的这个三V新德勒 这个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国内啊 但是也绝对不会是上二十左右吧 嗯第一是就是价格比较高啊 虽然它是六代 但是价格是比老外炒的又比较高啊 你没办法 你低于这个价格 你根本买不到啊 你根本买不到 呃 所以说你如果是想拿一把收藏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想拿来日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版本还是算了 太贵了 价格太贵了 想比起这个反曲来说啊 这个反曲来说 它的这个呃更加漂亮的这个造型啊 我倒是建议大家拿一把可以来使用啊 可以来使用 加上这个刚刚发布啊 现在是应该是最不缺货的状态啊 能够拿到 再过短时间 这个可能可能也就没了啊 因为仙德勒他做刀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做的 对吧 你比如说呃 刚开始你订了一个呃 刀头对吧 但是这个刀头的话 他做完了之后 可能要再去做下一批 然后再下一批 再下一批 再下一批 他把所有刀型轮到从头到尾轮着做一遍 可能再回过头来 再去补少量的货啊 你就不要再想他去做大量的了 所以说你如果是他发布的这个时间啊 以最合适的价格 你要是拿不到的话 你后面再想收的话 第一只能收二手 或者就是要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再去入手了 目前就是碍于这个疫情啊 国内这个 呃 进来的渠道 其实是蛮少的啊 一般能进来的话 都是要交纳高昂的这个税的 所以说新德勒 目前在国内的价格 一般只要是现在能够有刀商发出来啊 不是二手价 呃 全新的话 一般都是得三千九到四千左右 这是含税的一个价格啊 这是含税的一个价格 我们自己玩这个刀的话 就叫他们什么 叫什么 叫行货 对吧 就是通过正规报关渠道进来的 而你像小马 玩主会啊 他们的这些周期比较长的 尤其是小马 想物等等这些 经销商 他们去拿的这个 呃 刀的话 他们拿来的话 大概就是需要时间很长啊 我有几把刀已经在他们手里已经半年了 还没到啊 半年了还没到 这是一个常态化 其实后面 疫情的话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想入手的话 尤其是入手某些稀缺款式 嗯 现在的话其实不是太推荐啊 因为第一是渠道问题 对吧 这个没办法 第二个的话就是 现在这个价格是非涨的一个状态啊 不是说是一个人两个人去炒作这个东西 能够把它炒作起来的啊 千万不要说说我买了这几个 我就把它炒作了 这不可能的 对吧 呃 因为我买的价格可能也是很高的 对不对 嗯 咱这些刀吧 其实都是从老美那边去拿的 从老美那边拿的话 他出的价格其实就很高啊 你要最早的时候 六代以上的时候啊 五代以上六代以上的时候 大家都把手里面的四代都出掉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就是钻了那个空子啊 我觉得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说六代这个理念吧 与这个新特勒的理念 可能会有点 呃 多多少少有点小差距啊 所以说我就会 从那一开始 我就大量的收四代 对吧 所以说你大家看里 手里面这两把 包括这把 包括这把啊 其实都是呃 都是我从国内收的 对吧 真正国外的话 收的是一个是这个 猴往这个三位 这个国内基本上收不到啊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樊渠啊 这两个其实是正儿八经的 国外渠道收进来的 而其他的这几把的话 都是从这个呃 国内收进来的 呃 怎么说吧 就是从 一个是从这个玩家手里面 转手啊 收进来 还有的就是 从别人的收藏里面硬撬的 对吧 你怎么硬撬呢 你去拿价格杂位 对吧 对 你现在怎么叫有价 呃 不是 那句话怎么说 你给钱我也不买 对不对 你像现在手里面 这这几款的话啊 排除这个 比较常见的这两把 之外 其他的话 你是 你说 我四千五 我当时买这把的价格 四千五 我再给你 就是说你能不能 把这把刀给我呢 其实现在我给的答案 绝对是否定的啊 哪怕掏出一倍来 我都不会给 这个刀 对吧 现在其实市场就是就是这样啊 因为国内的话 你怎么说啊 还是 持有数量是比较少的 包括他现在已经停产状态啊 四代已经停产状态 你像国外的价格也是异常的高啊 国外的价格也是异常的高 以前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四代 大家四代最多的时候啊 一把普普通通四代 可能也就两三千块钱就能拿到啊 便宜的话能够到两千多 贵的话能够三千多 但是现在基本都是四千以上 你想拿四代啊 四代的话 品项好的话啊 你想三四千以下 在这个国内拿到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不太可能了 基本上都得四千多啊 甚至有的品项更好的话呢 或者是更稀有的版本的话 你要付的价格需要更高啊 需要更高 你比如说这个版本的话 你四千六 我六千一般 Walking Finish 版本的话 品项一般的话啊 或者是稍微有点小瑕疵的话 一般是六千左右 这是我知道最近的成交价格啊 然后 如果是非常完美的话 其实就非常非常少了 这个价格就没得说了啊 我出一万人家都不带出给我的 那个品项好的 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你说他值一万吗 他不值 对吧 但是你出一万 他你根本买不到 这就是 这个这个市场 对吧 就是你 你有钱 你有钱 有的是有钱 对不对 你有钱 就就一定能买得到吗 对吧 你得出几倍的价格 所以吧 大家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吧 对吧 你作为收藏来说的话 你像我现在已经一箱子装不下了 光这个星德勒 对不对 所以说这几把 能够作为我的这个收藏里面 非常重头的一个 一个收藏的话 嗯 其实你拿到国内来的话 也是非常的稀缺的啊 也是就是说放出去 绝对是要强迫头的 呃 所以说我根本不会担心 第一说是出不去啊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要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再输一把 是有这个想法 对吧 所以事到如今呢 大家就是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啊 千万别说哎 什么炒作呀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啊 一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啊 炒作是 基本上你说一个人炒作的话 很难啊 很难去炒作啊 这个你得投入到多多少这个钱 你才能炒作起一个品牌来啊 对吧 要是真这么好炒作的话 那就没有就是炒不起来的品牌吧 对不对 任何品牌都可以炒出来 嗯 其实包括我最早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啊 拿到的这一个 这个话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版本 但是但是当时拿到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是对这个新德勒还不太了解啊 加上所谓把它作为了这个实验对象 一直搞到了今天啊 依旧是在我手里是非常坚挺的一个状态啊 自此奠定了我啊 为什么一定要多去收这个版本 对吧 原因就在于此啊 我自己亲身使用过 亲身实用过 亲身造过 亲身改装过啊 这把刀身上基本上都是改装件啊 除了这个背夹 是原厂件之外 其他的全都是改装件啊 刀片 包括刀片啊 刀片 这面太平 这个背夹 就这三样还是原厂的状态 其他的话都是你像竹竹螺丝 那锁定为什么这么深 就是因为我换过这个钛竹螺丝 烧了钛 对吧 然后后面的隔柱啊 隔柱全都是非原厂件 然后就是拿来玩吗 包括刀刃也是啊 呃 经历过各种测试啊 经历过各种测试 早就已经伤痕累累了 翻过我以前的视频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我所有的操的心得乐都是这一把 啊 既往对这一把啊 呃 两把啊 其实操过两把 还有一把普通款的 其实就是拿这两把来给大家测试测试吧 对吧 我经过我的测试测试完了之后 我会对这把刀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所以说我对它的性能吧 是比较的放心 所以说我才会大量的收取这个版本 对吧 未经我测试的这些 其实我是 嗯 还是收起来是蛮小心的啊 包括我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20CV这个毛头版本啊 这个不是我测的啊 国内是在我之前就是有有人 已经对它经过了这个呃 比较多的一个测试啊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 就是你拿它小竹子嘛 砍竹子 对吧 然后发现这把刀的这个保持性啊 什么的非常好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吧 四代前进的时候 嗯 这个版本就已经是CPM20CV了 当时国内还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什么什么154CM 什么RWL34的那个时代啊 那就是顶件的时代 这个时候人家就已经用这个20CV这个钢材了啊 包括现在六代对吧 这中间这是绝对是隔了几代啊 对不对 这个不是啊 对吧 包括六代现在才刚刚用到了这个20CV啊 这个可以基本上是说20CV最早的版本了啊 基本上是最早的版本了 所以说吧 这把刀 金德勒能够大量采用20CV CPM20CV啊 不是杜拉泰克的20CV 重点其实可能就是由这把刀来引起的 对不对 性能觉得还不错啊 这个钢材 然后他才会大量的运用这个20CV 包括这个M390和这个CPM3V 这都是独家定制款啊 这个就不用说了 在新德勒官网上 除了某些限量定制 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啊 买不到这个钢材版本的 大部分都是 现在就是S45V啊 S45V和这个CPM20CV 现在是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说版本最多的啊 但是大家如果再想去买个S35V啊 或者是3V啊 或者是这个390啊 现在其实已经比较少了啊 390你只能去买六代的这个DLT定制款啊 DLT定制款是这个M390的 嗯 所以说能够拿到四代的跟六代同样配置的啊 四代跟六代同样配置的这个这个这个刀的话 你不要去放过它啊 不要去放过它 至少一段时间内 它不是绝对不会被淘汰掉啊 哪怕是 新德勒的这个S35VM的这个版本啊 价格依旧是非常高啊 因为现在依旧有很多手工版本 都是用了这个S35VM这个任才去 去去去哪 去卖的啊 呃手工款基本上都是2000美金以上了 现在对吧 我当时后悔没有多买几个手工款啊 现在手工款基本上都是2000美金 以前以前是啥 你你要啊 手工款还可以讲价啊 但是现在是什么 你给价人家都不出了啊 都是2000多美金以上 嗯 价格是非常高的啊 都是S35VM这个版本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重点去玩这个新德勒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费钱啊 比较费钱的 我这一箱子我算了算大概几十万是有了啊 就光新德勒花的钱大概几十万是已经有了 呃 接近50把还不到啊 接近50把还不到 然后呃 贵的呢 能够上万啊 是很正常的 然后便宜的话呢 呃 能也是得两三千吧 对吧 便宜的也是两三千吧 我除了我自己出了一把一千九百九十 一千九百九十九的新德勒之外 我是再也没见过一千多的新德勒了 对不对 除非那个品项真的是烂成没法再烂啊 其他的都是这个 第两千以上 对吧 呃 品项好的一般都得三千以上啊 甚至是更高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现在想玩这个品牌的话呢 可能投资要比较大啊 包括这个就像大厦一样 对吧 想玩这个二一大厦一样 现在这个投资是非常高的 呃 至于大家在网上说的四代好或者是六代好啊 大 我就给大家说啊 自己体会啊 你自己体会的六代好 那就是六代好 对吧 你要是体会的四代好 那就是四代好 对不对 这个东西无所谓啊 我手里面虽然是四代比六代多啊 但我一开始确实是抵触比较抵触六代啊 但是没办法 我再抵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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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用 对不对 四代没了 没了就是没了 所以说呃 我现在才会愈发珍惜的手里面的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新德乐 以及就是说如果能够收到的话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啊 然后大家可以如果是有四代或者是六代啊 呃 加上品项比较好的话 你才能够体现出来啊 你千万别说一把七八百手的一个四代 你去跟六代比啊 那肯定是没法比 那个就像我这一把一样 对吧 浑身零件配件都已经换了个遍了 然后加上各种各种破损 各种各种旧的啊 你再去跟一个全新的六代比 你怎么比 对不对 肯定没得比 对吧 但是如果是你拿出 我其实现在手里面这几把四代来啊 任何一把都比六代要强 对吧 任何一把都比六代要强 哪怕就是说大家说的顺滑度 对吧 快开啊 我这几个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有问题的啊 我都不太愿意使劲开的这几把啊 因为毕竟是收藏品项啊 对吧 毕竟是收藏品项吧 然后顺滑度 包括这个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都比都不比六代差 都不比六代差 包括这个开刃这个居中水平 对吧 每个都是很完美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你拿这个去跟六代去比的话啊 那个时候你才能就是说对比出好与坏的 才能知道对吧 哪个哪个代数会更好 更适合你啊 你要是拿把乱七八糟的四代对吧 或者是拿一把乱七八糟的六代去跟一把全新的四代比的话 你就是比不过的 所以说 对于我个人而言啊 我自己使用下来 使用下来的体验啊 因为四代六代我都有 我都用过啊 我个人还是更加偏好于第四代的这个这个感觉啊 感觉 当然了 我也并不排斥第六代 因为第四代毕竟已经没了 我再怎么喜欢第四代 没有用了 对吧 现在的话 你包括我啊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把第六代了啊 我手里面的六代几乎一啊 已经得一二三四五六 我手里面的六代也有 也已经有六吧 六代了 对不对 然后四代的话 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剩下基本上就是四代三代 甚至是二代啊 我手里面几乎都有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的话 如果买的话 能买到四代啊 大家可以去选一个品项好的四代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几款 包括还有其他的不明白的一些款式啊 大家如果能够碰到的话 无脑买就行了啊 真的是无脑买就行了 但是如果是 你想要第一次玩新的乐 想要体现一下这个品牌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把 现在比较好找的这个六代去买 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对吧 相对去四代这个价格来啊 它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第二是这个品项一般是都能有保证的啊 因为现在六代依旧是在产款啊 你只要去跟着他 跟着这个官网 跟着这个经销商去买他这个在产款的话 一般都是能够拿到全新的 对吧 而不是说从eBay啊 从这个乱七八糟的网站上 你去买的这个七七八糟的二手款式 都会有多少少的小毛贝啊 不管 不管是这个 呃 后期改装的 因为现在这个改装是很有意思的啊 不管是这个后期改装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会都会有一些问题啊 脱离他这个原厂状态 你如果是原厂状态去对比的话 其实你一上手就知道 四代好还是六代好了 对吧 至于你说老婆更喜欢周城那肯定是选六代 对吧 你更喜欢垫片那就去选四代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个人的意愿 好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结束啊 最后祝愿大家在这个 虎年 对吧 虎虎生风啊 实业顺利 对吧 身体健康啊 万事如意 好 本期这个视频 我们就本年度啊 不是本期了啊 本年度啊 这个面具男说到这个视频 呃 今天就是最后一期啊 我们就截止 然后期待在新的一年里 然后 就是说能够有这个 更多的刀来分享给大家啊 其实前段时间要出坑啊 一只出不去的啊 出不去的 对吧 呃 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啊 大家过年好 然后 本期视频 结束